10万订阅就差你一个 大家好 欢迎收看安琪的晚间课新闻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新闻是 0056涨到买不下手 专家交战 高股息ETF这样挑 买元大高股息 还是国泰永续高股息呢 我相信这是许多投资人烦恼的问题吧 众英财富投资长陈维泰在节目中 针对高股息ETF如何挑选 提供以下四个面向给投资人参考 配息选择以个人需求为主 市面上推出的高股息ETF 配息机制大不相同 不论是采季配息、半年配、年配 投资人应该先考量自己是否有需要靠高股息ETF 来打造现金流 以退休组为例 由于没有了本业的收入 计配息商品有助于提供生活所需的开销 第二点 比较同类型的ETF 琳琅满目的高股息ETF 投资人可以留意绩效的表现 作为后续买进的参考 有助于投资判断哦 第三点 选择净值偏物小的ETF 每档ETF都有其追踪的指数 由于商品内含交易手续费、换股、避险等成本 造成绩效与数值出现落差 导致净值偏误 专家建议投资人优先选取净值偏误小的ETF 第四点 考量流动性 每档高股息每日成交量落差不小 从一天成交几万张到几百张都有 专家建议如果投资人有方便变现的考量 可以将流动性高低纳入买卖抉择 最后提醒各位有坚定的投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哦 祝各位都可以赚大钱 最后别忘了帮安琪订阅按赞加分享 以上资讯仅供参考 科新闻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